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王女士和李先生 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就是想通过几位老师和这个节目 想调解一下我老公和女儿的那种紧张的关系 把这个家庭尽量和谐一点 紧张的关系是指一种什么状态 就是说好像有我没他这种 这么敌对的状态吗 有一点 因为感觉我老公好像对两个孩子 有点偏心那种 所造成的我女儿现在对我老公有一点怨恨 你始终要这么偏心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我一到死我都不会承认这个事情 李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都一样 看能不能找我老师们帮我 能不能想个办法 帮我和女儿之间的紧张关系搞好吗 你家人 我也想活哄不默的 对不对 如果说他们一直这样僵持下去的话 我会选择我女儿 二选一 对呀 李先生也承认自己和女儿的关系确实存在问题 但偏心这顶帽子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 那么他和女儿的关系究竟如何 为何王女士已经摆好了二选一的姿态了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们这个特殊的家庭 重组家庭 两个女儿 并且夫妻俩在上个月还新添了个男孩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家庭 一碗水要如何端平 显然极为考验两位家长的智慧 而王女士告诉我们 打从一开始 李先生就不是个称职的继父 其实刚开始的话 还没有那么明显 可能是我就感觉 可能是他的教育方式可能不一样吧 比如说 有时候孩子调皮的话 我就爱教育他 怎么都说他一下 但是我说的时候 我老公他也说 如果说你两个同时一起教育的话 孩子还心里会承受不住的 什么样方式的教育啊 就是说调皮的时候 我在批评他 同时我老公也来批评他 所以是批评 对对 后来今天事情多了 我就说我们不能同时批评 这孩子受不了是吧 好像自己的妈妈 也这样批评我 爸爸也这样批评我 他就感觉在这个家里边 好像有点 都不喜欢他那种嘛 大概在九岁左右吧好像 我们在一起吃饭 就是晚上呢 我爸爸妈妈也在 就是外公外婆嘛 孩子也在的 我孩子就写了一个卡片给我嘛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他就说我很委屈 另外旁边的话 画了一个图案 就是一个面 一个面像 他就是在掉眼泪那种 后来我就给我老公看了 看到之后他就说 我女儿是处心积虑对我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么大的孩子 怎么来的处心积虑呢 这四个字我说按得上吗 你说在饭桌上说吗 对 还是自己也听得到你们的讨论 是 当时虽然说 他不是很理解这种 这个词的意思 但是他就 他肯定是知道 爸爸是在批评他的 是的 这个事情的确是我 当时 哎呀 那个时候 也没经过大脑嘛 当时一句话就说出来了 因为说实话 正常人都很难理解 处心积虑是什么意思 你用在这里 他画的一个那种鬼脸嘛 他画的是他妈妈 然后拿了一把刀 好像是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样是不是处心俱虑的 想把你妈妈杀了 我说 你真的是这么看孩子吗 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不是也不是这样 但是我是这样说的 你真的不明白 孩子在表达什么吗 他反正在哭嘛 他那个旁边画了一个图 所以你重点 没在那个哭的孩子脸上 那个一天都在做生意 当时那时候 哎呀 你没有想过孩子回去 有这么大的 还有这么大的判断心 就是为什么孩子 突然给你写一个卡片呀 因为就那段时间的话 他们老师也有过反应 他说 以前你们的孩子 是很活泼的 他说就最近嘛 老师一个人提着一个篮子 就是他在做那个手工库 蹲在一个角落里 就一个人 一个人玩 他说 这些同学都不理他 他说 好 就这样 我逐渐感觉 好像我们的方式可能是错了 因为这感觉 好像爸爸一直在批评他 丈夫对女儿的诸多批评 王女士可以解读为 是夫妻俩教育观念不合 而说女儿处心积虑 王女士也能安慰自己 可能真的只是丈夫的无心之师 一时口快 可是当李先生的亲生女儿 也加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自己竟然再也看不懂身边的丈夫了 小女儿接过来了 后来就有对比啊 当时就是我们一大家人坐一起吃饭嘛 都有 都有我 我爸妈 他们一家人 哥嫂子他们 哎 坐一起吃饭 好 吃完饭呢 他们都会相应的 叫一句 你们慢慢吃啊 谁说的 就是大女儿说的 嗯 好后来我老公就说 哎你这样 不礼貌 怎么的 他就说 一个一个的叫嘛 就是女儿说 你们慢慢吃 我吃好了 这句话不够 是这意思吗 对 她的语气就是 批评的那种 就是你 这件事做得不好 不应该这么做 还是当着你家人的面 对啊 女儿肯定 她就感觉委屈啊 就坐一边去了 嗯 嗯 但是后来 小女儿也是这样叫的 就是你们慢慢吃啊 嗯 我吃好了 她就不说话了 同时的呀 那就是前后发生 对啊 她当时没有说话 还是说 她没有听到 还是什么 没 没说话 你后来有跟她沟通 这个问题吗 我跟她有沟通过 不止一次 可是每次都是 不了了之 她就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两个女儿在一起 对不对 前面都在生气了 你后面再说的话 对不对 家人全部都要指责我 我说我干脆不说了 对不对 你在怎么干嘛 有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按照 李先生表达的意思啊 如果那天是 小女儿先说的话 她也会批评 反正我 对我家人 对这一点 他们也看出来了 就感觉 就是一碗水 没有端平 大家都觉得 有刺在扎 是吗 对 他们多次就给我说过 我就说 孩子嘛 反正 该说的 就说吧 我也不惯是孩子 那你自己心里呢 真的是这么想吗 其实有事感觉还是 还是为孩子很难过 因为大女儿 她很喜欢做饭 做吃的 之后就看电视啊 好大了之后 没看手机啊 对 她现在可以做 两三桌人的饭 这一方面很好 还都自学的 对 在这方面的话 我老公就是说 因为那个孩子很小嘛 刚开始学 肯定做菜呀 有点浪费 还就是肯定不好吃 是吧 对 我们大人将就一点 时间久了不就知道了吗 就会做了嘛 是吧 但是他对着孩子的时候 吃的时候就是 这样不好 那样不好 这样咸了 那样淡了 反正是 就是指责那种 对 你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对不对 我们增加感进 可是她的那种感觉 就不是这样的 明白 好后来 小女儿渐渐也长大了 她也开始学 就是有时候没有盐 一点盐味都没有 但是我老公吃得上好 她不会说 我就说 你这个好像是不是 相差太远了 为什么大女儿做的 不满意 你就这样说 那样说 小女儿做 做的你不满意 你就吃得不香 我说 这个事情 真的我还是绝对没偏心 反正她就是不承认这一点的 我一样的说 小孩子 小的小女儿 我认为我基本上 我是没有 没想到她 我老婆那种 说得那么离谱 那个时候 本来我就跟我老婆说 我说 她做什么 你要教她 我自己发挥的话 你想吧 我一天在外面上了班回来 我说 本来我是叫我老婆做 我说你 你做可以 我利益你的心情 对不对吗 她也可以做 但是你要守着她 看到她做 弄得难吃死了 你说怎么吃吗 这个东西 面对难吃的东西 你会怎么反应呢 我肯定不高兴 我心里面不高兴 我老婆她就太不高兴了 这个不高兴 你是冲孩子的不高兴 还是冲她的不高兴 都有 这个我不说假 真的都有 那小女儿做饭的情况下呢 你会吗 一样 一样会 为什么她没看到呢 我不知道 她看到是你吃的味香 确实是有这种 这种举动 因为大女儿做的时候 她老是嫌的 这样材料用多了 浪费了 那么都不好吃 怎么的 她是在针对人 还是在针对饭菜 你自己要分清这一点 她平时真的是针对人 她刚说 只能说 勉强我承认 但是我绝对没了良心说 你没有 我顶天男子汉 我不可能去 为那么一个小事情 我来搞成这么大一个家庭 在李先生看来 自己只是正常抱怨了一下饭菜 难以下咽 却被曲解成偏心 但王女士却认为 丈夫嘴上次次说无心 行动却分明处处在偏心 对自己的女儿 根本看不到 有任何的理解关爱 如此一来 不仅夫妻之间横生嫌隙 继妇女之间的积怨 也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累积 最近又因为李先生 一句无心的话 让他和大女儿之间的矛盾 彻底爆发了